体验不一样的海岛生活 感受非一般的简单快乐 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福建平潭 充分领略生态海洋带来的无穷魅力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福建的平潭综合实验区 这里是与台湾隔海相望 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 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业基地 被称作福建马尔代夫的平潭 现在正在全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国际旅游岛 平潭 简称兰 是福建省管辖的综合实验区 以海滩岛为主的126个岛屿组成 是福建省第一大岛 也是著名的渔业基地 在这里 大多数渔民仍旧沿袭着 最为传统的捕鱼方式 拉网 快来看看他们今天收获怎么样 好多鱼啊 我想看了 多少钱 一百块 一头一百块 要就拿去 拿着章鱼嘛 妈妈 这个是活的 这个是活的 拿着章鱼活的吧 这个是一头一百块就是 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啊 这个鱼怎么卖啊 一斤二十块啊 靠海吃海的当地渔民 每天早晚都会在近海拉网捕鱼 这些刚刚打捞上来的海产品 总会在第一时间被暗像等待的游客 或当地买家一抢而空 我们不懂 买点去店里等一下先吃 吃完明天再来买 昨天买了多少 昨天买了多少 昨天买了几斤 买了四斤 十斤 十斤 今天还要买 你是觉得它特别新鲜吗 对啊 这活着嘛 不是养殖的嘛 因为是生的 四面环海的平潭 除了拥有丰富的海产品之外 它独特的旅游资源也吸引着大批游客的前来 在平潭啊 您到处呢 都可以看到这种海岛的原始建筑石头厕 就是这些石头建的房子 这里呢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石头房子呢 是因为平潭呀 本来就多产花钢岩 再加上这些结实的石头房子 能够抵御大海上的大风大浪 所以啊 当地人就就地取材 建起了这一栋栋的石头厕 随着现在平潭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呢 这些原始建筑又焕发出了它的新的生机 位于平潭东北角的北岗村 石头厕 错落有致地分布着 北岗村是一个传统的小渔村 背山面海 全村四百多户 绝大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 年长者则靠出海捕鱼为生 两年前 台湾创客的入驻 让北岗村发生了巨变 一开始就很喜欢北岗村这个地方 只是想说 如果有机会可以在这边生活的话 就是会蛮棒的这样 然后来因缘机会之下 刚好得知说这边的房子 因为很多都是空房子 然后他们有可以出租 所以我们就决定 如果就这样把它租下来 就是可以和当地的村民做邻居 然后渐渐开始把我们的一些想法 慢慢地落地 然后开始现在有餐饮 有民宿 然后有文创这样子 台湾青年林怡珍 一直从事文创工作 两年前 出于对石头厕的浓厚兴趣 她和家人 大胆地对租下的几栋老房子 进行设计 施工与装修 进来看看 好漂亮的房间呀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房间 尽量都是维持它石头房子 本身的样貌 因为其实游客来到 来到北岗这个地方 他想要看得住的 就是体验石头房子的感觉 所以我们让它整个石头墙面都露出来 但是我们用一层青漆去保护它 它这样子会整个看起来比较卫生 然后看起来比较干净舒适 我们希望可以把整个传统石头房子的味道 整个让游客在这边住宿一个晚上就可以感受得到 石头错客栈保留了石头错原来的主风格 外观基本不变 看上去依旧沧桑而古朴 但为了游客更好的居住 这些石头错客栈里也融入了类似抽水马桶等现代设施 那像这么一间房子 房价是多少 像这样子整个舒适的房间 包含床 我们都是用四星级以上的设备 然后还有整个卫浴空间 然后每个都是空调房 像这样子的房间 就是我们最高级的房间 大概在八百多块这样子 入住率呢 基本上只要是忘记的节假日 基本上都是可能两个礼拜前 三个礼拜前或是一个月前 就会订完了 被预定了 对 所以如果有想要来住宿的话 可以提前有计划就先跟我们说 那像这种忘记 一个月收入能有多少 民宿的部分大概在 可能六七万七八万这样子 为了吸引游客 石头错客栈还增添了许多文创体验项目 自开业以来游客络绎不绝 好漂亮 传统的石头民宿 不仅给游客带来独特的体验 同时也成为两岸文创人才的聚集地和交流平台 很漂亮 拍了很多视频 我觉得整体的特色感觉很穿越 跟品尝不一样 我是本地人 但是这个地方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觉得很特别 但是也很高兴的一点就是什么 能看到我们农村的发展改变了很多 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朋友 那我这位是特地带朋友来玩的 在对各方游客迎来送往中 北港村这些闲置多年的石头错 重有充满生机与活力 而随着平潭游客数量的大幅上升 民宿之花也随之在平潭各地悄然盛开 它们虽然各有特色 却同样充满了浓浓的平潭味 平潭小伙薛华福 之前在厦门从事文创工作 并有六年多经营民宿的经验 同时他也是一名狂热的背包客 十三年背包客的经历 让他对如何经营青年旅社 有一份更深的理解 我们是以家五五单位 每个客人进来玩以后 能感受家的文化 比如说可以在我们这边买菜 它可以自己煮饭 有自营车可以出去骑 青年旅社去飞的这些概念 还有就是如果到了平潭 你来到这就好像回到了家一样 是 2016年7月 薛华福带领自己的团队回到平潭 仅用了28天的时间 就开办起了这家 具有浓郁平潭风情的 国际青年旅社 你看蓝色作为主调 然后大海 轮船 就整个感觉看到这种固执之后 就有海风吹过来 是 这就是我们以海洋为主题的 因为平潭的话海水特别多 这个主题的话除了海洋以外 有看到有个轮渡 这个轮渡其实是我们小时候记忆 你看我们整个的布置 特别是像这块的话 我们有一些吸水的成果 因为我们是个海岛 海岛的话其实它很潮湿 一到的话我们那个春天的时候 其实潮汽很重 湿气很重 那我们考虑到的话 它们的露出的感受 现在的话大家看到的话 就是这墙面我们有做一些处理 它是个生态棉 包括我们的地上 所以说不管什么天 特别是南风天 露出我们家的客人 也会感觉到很干净 比较干净 对对对 而且很舒适 除了浓浓海洋风 平潭另外的三大特色 岩石 海风与细沙 也都被薛华福融入到 青年旅社的不同房间 并且旅社内 厨房 休闲书吧等一应俱全 多样化风格为不同爱好的游客 提供了更多选择 我觉得青旅最重要的是 给了一种氛围非常的好 年轻人有一种很文艺 很小子的感觉 一个大家庭来的话 会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住青旅 所以这次来平潭的时候 我第一个收的就是 平潭岛有没有青旅 结果一看就发现这个青旅 所以就毫不犹豫 就选择到这一来了 我从江西南昌过来的 在这玩了几天了 现在是第二天 在这住的感觉怎么样 还蛮好 我们一家都喜欢这种感觉 有家的感觉 有休闲的地方 小朋友们也开心 在薛华福的国际青年旅社 不仅可以住出特色 吃出特色 在一众项目中 最让大家青睐的 则是可以玩出特色 旅游景区这方面 因为政府推广力度比较大 很多游客 已经有所而闻 他们是牧民而来 那我们希望看到是另外一道风景 除了景区以外 有更多的能文自然景观可以看到 为了能让来到青年旅社的游客 真正了解平坛 感受平坛 薛华福的工作重头 很大一部分 都来自于景点线路的开发与调研 通过量身定做特色项目 让来过的游客都能够爱上平坛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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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着蓝岛就是玩转平坛为何心的国际情节旅社 他们会问及到这来的游客的个体需求 安排一些旅游线路和游乐项目 今天我们非常幸运 遇到了这些游客朋友 他们刚好想要到海上来体验一下游民捕鱼 然后我们就有幸能搭他们的船 一起来体验一下平坛当地游民是怎样的一种传统的捕鱼方式 加油 好 一 二 三 看到当地游民下龙捕鱼 大家伙也忍不住跃跃欲试 怎么样 你们拉起来沉吗 有点重吗 就两个猫吗 不知道呀 哦 这个是空的 有螃蟹 螃蟹 快看那样快看那样 再拉 再拉 螃蟹在哪里 螃蟹 螃蟹 又是螃蟹 螃蟹 哪有七个啊 还有啊 又是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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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今天螃蟹大丰收 螃蟹好多啊 螃蟹好多啊 真的螃蟹太多了 刚才穿了 还有一些小螺 螃蟹 也是螃蟹 又是螃蟹 吃螃蟹大餐 呦 看看 时间没赶上 赶上的话 咱们有时候好的时候 一个螃蟹拿上来 没有十多只 哦 我们今天来晚了 对 哦 人家都收汤都回去了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在码头那边 那个满满的满站而归 对 我们下次早点来 下次早点来 它最好是早上的时候 比如说八点多的时候 主要到这边 但是可以看它的螺蟹 还有捕鱼丸的 还有捕那个小的 那个八爪鱼的那个螺蟹 捕粘螺蟹的 虽说没有赶上最佳时间 但小有收获的大家 开心又满足 太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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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刺激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打过鱼 没有捕过鱼 今天能亲自来体验 感觉就是说 非常冷静 也非常开心 游客玩得开心 薛华福带队也带得起劲 当地良好的海洋生态 和丰富的海上资源 不仅为游客增添了许多 不同寻常的海上体验之外 同时也让薛华福的国际青年旅社 得到了更多游客的信任与青睐 我们有73个房间 我们如果按平均一间卖200块钱 虽然这个有十几万的收入 那另外一半的收入 是它预定 比如说我们有私人定制 包括一些餐饮 包括一些酒水 大概就这样一半 正在全面打造国际旅游岛的平坛 以丰富的旅游资源 吸引着八方来客 在海岛旅游热潮的推动下 这里越来越多的渔民 从补鱼业向旅游业转型 积极投入到 于家乐经营的队伍中来 陈静爱就是最早开办 于家乐的当地渔民之一 这是咱们当地比较大的市场吗 这个算不算最大的 最大是努茂市场那边的 那你为什么会到这来享受海鲜 这边的市场的海鲜 有那个比较新鲜的拉小碗的 还有一些海钓的 然后放碗的那些 你是说近海捕 近海捕了的海鲜 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的 做了四年于家乐生意的陈静爱 有着自己独到的采购理念 选择近海生猛的海鲜 除了这种一手水产市场之外 别无二选 这边是大 这个是大成本的 这个有早上那些鱼鱼啊 这个鱼鱼 对 这个叫吃鱼鱼 鱼鱼鱼 当地渔民把自家捕捞上来的海产品 直接送到这里进行销售 这些渔民在获取自己劳动收益的同时 也为周围的居民提供了最为新鲜的选择 2014年 陈静爱瞄准了海岛旅游这个热点 在平潭的齐沙村 承包了一栋民居 拌起了瑜伽乐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 一家集品味海鲜 与本地菜相结合的特色瑜伽乐 便有声有色地拌起来了 我们这边的特点就是从沙滩行进 靠近海边 那游会过来这边 下午就游泳啊 玩海啊 然后露营啊 像招募最多的话 是一天跟鲁纳这边 整个他来玩 跟鲁纳级忘了在这边 齐沙村临海而建 在距离不足百米之处 便是一片广阔的黄金沙滩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齐沙村因地制宜地 发展起了瑜伽乐经济 为众多游客开辟了一处 告别喧嚣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非常漂亮 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我觉得这里啊 风最好玩 风最好玩 还说还有大浪是吧 对 确实很好 我刚才等一下还要去其他地方 我觉得这里已经做好了了 玩得畅快 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 瑜伽乐的拿手好菜 齐沙村的瑜伽乐 有90%以上都是当地渔民自家经营 所以他们推出的美食 也多以平潭海岛出产的海鲜 和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要原料 其中地道小吃 时来运转和天长地久 最受游客的欢迎 我们这边是差不多摆了三四五桌 像我们这样如果是张目的话 差不多要做到六十桌到七十桌 平潭盛产红薯 所以这里很多传统美食都跟红薯相关 蒸熟的红薯捣碎后 搅拌上红薯粉做面皮 把海利 虾仁 包菜等作为馅料 揉成团 上锅蒸熟 逢年过节必吃的传统菜 时来运转便大功告成 而具有同样美好寓意的天长地久 则仍然用同样的面皮 包上白糖 花生 芝麻等 捏成扇子形状 入锅炸透 传统小吃再配以鲜美的海产品 富有平潭特色的美食 令八方游客实质大动 蛮有特色的 特别是天长地久 一口咬上去 它还有汁出来 甜甜的 酪酪的 起来的味道 口感蛮好的 就是像我们 是苏州的 苏州这边过来的 然后就感觉像我们那边的南瓜饼 如今 齐沙村已经开办起 几十家瑜伽乐 这些能让游客乐起来的瑜伽乐 不仅给渔民们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 也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良好的生态环境赋予了平潭人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除了出海捕捞能获取一定收益外 丰富多样的海水养殖也是平潭主导产业之一 哇 你看这个 多好活跃 你现在不停地动啊 好可爱 女大姐 您最早养鲍鱼就是在这片海域吗 是 因为这片海域水流比较大 然后对鲍鱼就是不会缺氧嘛 那个水质又好 养鲍鱼必须有水质好嘛 于朱英2003年开始从事水产养殖 从最初的十几亩到现在的上百亩 每年上千万元的收益 让它成为当地鲍鱼养殖行业的领头人 我从小们讲喜欢这个鲍鱼 一定要把鲍鱼 别人做不来 做得来 我以为做得来 把鲍鱼 而且做得一定要做得更好 去自己慢慢去摸着鲍鱼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鲍鱼吃什么 什么时候 鲍鱼需要什么 比如说胃肠炎是怎么样 缺氧是怎么样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 十多年 这个磨来磨去 我们知道这个鲍鱼现在都会控制很好 鲍鱼是名贵的海珍品之一 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被誉为海洋软黄青 于朱英介绍说 从育苗到海水养殖 再到市场销售 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精力 都用在了鲍鱼养殖 而这一切都源于自己 对于鲍鱼的喜爱 于大姐 咱这鲍鱼苗都在哪呢 我怎么一只也没看见呀 我去拿给你看 注意看 看看鲍鱼苗在哪 你想一想 这就是鲍鱼苗是吗 都在这些码块的下面是吧 十多年的生产经营科学实践 于朱英积累了丰富的养殖与管理经验 每年都能培育一亿多只鲍鱼苗 顺利进入深海养殖 现在是给鲍鱼喂食是吗 是 鲍鱼都吃什么呀 这是龙须菜 这个季节只能吃这个 然后冬天吃海带 现在吃龙须菜 它还吃海带 对 还吃龙须菜 还有绿菜 长毛 有四种菜 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菜 良好的海洋生态 为鲍鱼养殖提供了必要条件 2016年中国渔业博览会上 鱼朱英的鲍鱼被评为金奖 产品销售渠道畅通 出口到日本 新加坡等多个国家 因为我喜欢鲍鱼 鲍鱼我都觉得我对鲍鱼有感情 我有心情鲍鱼做更大 那国内国际上 所有人都吃到我们鲍鱼妈妈的鲍鱼 良好的海洋生态造就了优质的旅游资源 努力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平潭 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旅游态势 体验式的游玩方式 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旅游 不言而喻 这种双赢模式 不仅游客玩得尽兴 也让当地百姓尝到了甜头 平潭中和实验局应该说 对海洋经济 特别是对蓝色 海洋保护海洋生态 应该一味重视 特别平潭因为海域面积比较大 主要靠海 要吃海 要保护这个大海的生态 是保护海洋经济的 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前提 从各个流入海口的 各个河岛 全面进行清理 现在这个流入海里面的河道的水是清的 这个山上的绿化 应该这几年也花了很大功夫 最近花了十个亿进行全面的绿化 生态好了之后的除了旅游的 人数不断增加以外 我们的海洋 漁业发展 突回门进 特别是原来的6亿多增加到我们现在的19亿多 所以说这是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实实在家的积极 海洋的建设让平潭从一个传统的渔越基地 向新型的旅游海岛转型 在政府的扶持下 当地百姓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把渔家风情和旅游行业有机地融合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 不仅仅是给当地渔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同时也给众多游客的出行 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